星巾形式帖它有一个特殊的百年形式的设计 一方面让人家可以不但要练字 而且可以感受这些签字的魅力 请留老师这一点 这个是我们是用日新的楷书 然后把它放大 放大是为了那个书写的方便 然后是会做成星巾是因为 我是日新的地带制狗 然后从那个习近习这个名字开始 就一直到现在 那跟着老板修字的时候 老板当我们说修字先修星 那星巾其实是所有经典里面 它为字最少 但是字意含义最丰富的 所以我们就用星巾 然后用日新的楷书 让学习书法的人 透过这个一笔一画的缓慢的书写 能够了解书字修字师父 他的那个专注的精神 跟那个书法的美感 跟柱字的这个工艺 那纸的部分 因为刚刚那个 周老板有说 字是从纸里面长出来 所以我们在选纸的时候 长出来那个土壤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选纸 其实每一种纸 我们都是选了台湾特有的纸 像这个纸是竹菌纸 然后它是用台湾南投的 它在土里的纸长做的 然后它是用台湾南投的竹子 做纤维做成的纸 那因为竹子是长生性的植物 所以它又比木将来的环保 所以它这个是在地的纸 然后又以兼具的环保概念 选择这样的纸来做它的内衣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选了几种纸 它所谓也会印在这个上面 像这个纸的话是 各位等一下看 那个媒体的那个资料袋里面 都会有裸棉纸 它这个是保留的纸张的原色的纤维 然后做成 那透过那个光 你可以看到那个竹子超连 像那个做紫师傅 它就竹棉一层一层的抄 你可以看到这个超纸的那个衣机在 其实我们这一次合作案 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问了刘如如老师说 为什么他在做活板印刷设计的时候 常常都会要求要用特殊的纸张 他说因为印制的过程 已经这么不容易了 如果他承载载体上面 没有办法具备很大特色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跟活石台湾相得一张 所以他同时也在推行很多台湾老纸唱 或是台湾造纸的一些工艺形成 所以整个活字排版产业提升 它其实是有很多连带的产业效应 可以一起去复兴跟吹升的 所以我们签字有很多的商品化的设计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印刷者 还是觉得签字要回到他的本质印刷 那印刷其实不只是只有副字 然后也其他希望能够复兴其他的传统产业 比如说装针 台湾传统装针 台湾的纸 然后台湾的伯板印刷 其实伯板印刷处的字也可以印线稿 也可以印图片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除了大家了解筑字 签字的重要最原始 那同样的也能够了解其他的传统产业 这一路走过来的过程 那我们有印比较薄的 跟比较厚的纸 这个真的是 张老板印的时候这么厚的纸 他都 这个是手工纸 然后叫护灵纸 然后这个才有利透纸性 后面都可以看到 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纸跟你平常摸的那个机器纸 有什么不一样 另外是就是 袋子的部分 我们也用了 也是呼应 呼应刚刚那个高棚角设计师 他说的牵脚的概念 那我觉得 因为对我是学平面设计 那其实在排版的时候 一个空格 其实就打一个空格件 可是每一个空格 其实每一个字 你选用几号字 都有不同对应的 不同号数的牵脚 那对我来讲 那个牵脚 其实就是 你在纸上 他不是 不再是空白的 或者你会更注意 字间 字里行间的这个留白 他每一格每一格 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那都是需要靠师傅他的工艺 所以就把它填得非常的工整 那这个牵脚 然后另外还有一意就是 其实日新 从07年到现在 其实有很多不同行业的义工 不同领域的义工 把它促成日新一天一天组装到现在 那我觉得 其实牵脚也提醒了 就是这些 默默无名帮助日新 对对 其实都是 就觉得 他们都是很重要的存在 那也希望这个牵脚的 这个概念 推广到大家 每一个都是 帮助那个字 复兴肢体文化的那个牵脚 讲得很感动 我都看到他哭了 那这次我们非常感谢 还有现场还有来到现场 一个特别的贵宾 是新经典的文化总编的梅耀剑 他这次是协助张大春老师 一起跟我们讨论这本 我们即将要出计划 用活字版本主管的诗集 那也请梅耀剑跟我们说 分享一两句 他在参加这个计划当中的一些 是